各位同心 那我們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台南周嘉義俊 張英文 張俊所帶來的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好 我們這節課由我們來看現實的臺灣 裡面一些內容會放一些時事 你看這個時事 這裡來回想一下說 現在中華民國給我們的概念 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你怎麼去解讀說 臺灣的真實的這個 法律國際地位是怎樣 我們用這個投影片 給大家做一個 做一個 把你以前的生活 做一個review一下 看有一點腦力的衝擊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要了解 我們臺灣的國際地位 這個 這個衝擊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 黨術者的關係 你可能要去了解 我們在講的內容裡面 都是建設這四個黨術者 這個日本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我們 一個是台灣 一個就是 在台灣的流亡的 中華民國政府 這四個黨術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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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我們的這個 上課 還是你說你看 親台灣論 都不拖這四個 四個當事人 彼此之間的關係 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 是怎樣呢 我們是不是美國的軍事 占哪裏 美國是不是 日出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 是不是美國打敗一本 打敗之後 一般 打敗在世界上 現在的戰爭 打敗 是說 失敗的人 就是土地都要變他 這樣 不會 不會 我們從今晚也上過 打敗之後 把你占領 占領的移轉你的主款 不會 不會移轉 接下來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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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為什麼會來台灣 他有流亡 但是流亡前 為什麼會來 因為這個叫他來 這個叫他來 軍區的就是 一般命令第一號 所以他才來台灣 來台灣 來台灣之後 你有沒有說我調的不走 現在 現在我們第二次的高層 就是要當中華民國 把他帶出去 所以我們的 那個 所上門 已經在官網裡面 大家參考一下 在這個 我們要解釋台灣的 現狀以前 你要 像醫生這樣 你要像醫生這樣 三十個在聽診器 把台灣這樣 稍微聽一下 要用 比較法理的 這個概念 國際法的概念 國際政情法的概念 還是說 國際是說 慣例法的概念 來診斷 我們台灣 到底現在是出什麼問題 其實 我們台灣 普通的台灣人 破壁 其實也不是這樣說 但是為什麼 他對台灣人 會相信 中國民國那裡 那個概念 那就是 剛才我們政治這口有說 是不是 中國人的文化裡面 都怎麼樣 都是用騙的 都很假的 都很假的 包括現在很多西方的一些大公司 去中國 去那裡做生理 他也覺得很難做的 為什麼 他覺得在中國跟他做生理 他不知道他到底跟他講 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他很難做 他很難做 也很難賺錢 因為他給他的訊息都假的 所以 所以說 我們在看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台灣人破壁 但是 很多事情是因為 他讓我們一個假象 讓我們無法了解 什麼是真的 來 這個 比較年輕的 應該 有知道這個議題嗎 這就是現在在美國 最近 最近在美國 一個 一個很有趣的 一個 推特的文 這個推特的文裡面 他叫做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這個牛棕 到底是什麼色的 你如果會用推特的人 會用推特的 叫做 臉龐 這是 好不好 巴西 巴西 button 如果你 你 這 會 ヒ 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是這樣 大家看一下 他們在這個推特裡面 很多美國人就在討論說 這個郵中 是 Blue and Black 是藍色的 和黑條紋 還是 White and Gold 是白色的 金黃色的條紋 你看的是什麼 你看到 你看到Blue and Black 你看到 你看到White and Gold 你看到 不一樣 你看到不一樣 其實包括我給我太太看 我太太看一直跟他 一直堅寸說 這張就是White and Gold 但是我看怎麼看 就是看Blue and Black 所以說 這個重點是什麼 這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人用看的 用感覺的 沒有在看到 真正的衣服 對不對 這個 這個衣服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張衣服 就是這個 真的這張就是這樣 就是那間公司 那間三公司 最好他PO一個推特的文 說這張衣服真的就是 像這樣 所以這張衣服是什麼 白色 Black and Blue 這張衣服就是像這樣 但是為什麼 每一個人看的不一樣 那不是說 看到White and Gold 這個人 他打牌嗎 不是喔 這個可能是說 他看那個 那個 臨米 臨米的眼睛裡面 那個光線 不一樣喔 是不一樣的 還是說 他本來的 他那個眼球裡面 那個視網膜裡面 所以 他那個 那個 基因的結構 跟另外一倍人 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 他看到的會不一樣 所以說 在解讀 真正的 這件衣服 到底是什麼顏色的時候 看起來會不一樣 但不代表說 他生病了 了解喔 好 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這個表題 What i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台灣人的國籍是什麼 順這個 這個推特裡面 這個醋味的事情 我們來想看看 那些衣服是什麼顏色的 台灣人的國籍是什麼 我聽過這個問題 你敢是中華民國籍 啊 敢是 你敢是台灣民國的國籍 但是 秘書有沒有跟你說過 那裡是真的假的 那裡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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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東西 你敢代表說 你有台灣民國的國籍 沒有啊 但是 以前你是不是都說 你就是台灣民國的國籍 對不對 啊 所以 讓你看 讓你認為說 是那個國籍的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屬性 啊 那是一種 給你不同的錯誤的認知嘛 你真的覺得說 我是那個國籍啊 啊 但是如果用法理的國籍來看的時候 你不是那個國籍啊 啊 如果法理的國籍來看 你現在有國籍 沒有啊 你現在沒有國籍啊 因為 在那個 第一次 國籍國籍的時候 那個國籍 那個國籍 那個法官 一泡國門就有寫了 當然沒有國籍啊 啊 來 這個 你看這個 A跟B 這兩個顏色跟有一樣 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嘛 你看這個 有一樣嗎 沒有一樣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A跟B 有一樣色嗎 你又真的看 你又真的看哦 有一樣嗎 啊 一樣嘛 對不對 一樣 我告訴你 這個度 跟這個度 完全一樣 B跟A這個方格 那兩個顏色 都一樣 但是為什麼 你看的不一樣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有一個陰影 陰影的時候 你看的這個顏色 你的眼睛裡面 你的頭髮 你的腦子 讓你感覺到那個 東西要更換一些 在這裡更看 有 啊 啊 你把這兩條 一樣熟的 跟A一樣熟的 有嗎 啊 放開裡 啊你再看這兩條 的B 這有一樣熟嗎 一樣啊 啊你再看這兩個 這兩個 這條開裡 A跟B 這個A有一樣熟嗎 啊 這個 如果 這個三個都一樣熟 這個三個都一樣熟 啊 A跟B有一樣熟嗎 有沒有 看得出來有沒有 有沒有 一樣熟的 沒有一樣熟的 再更看得出來 來 再說一遍 你看這個 是不是不一樣熟的 這個比較純 這個比較純 是因為這個 隱形的關係 你的大腦裡面 在裡面 會把這個色 會變得比較淺 因為這個光線 幫你擦 擦光線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但是實際上 它兩個是一樣的 它怎麼證明 你要看 這多兩條 開來 你看 A 這條跟 A 跟這條 這有一樣嗎 有嗎 一樣的 好 現在你看 B 這條 B 還有這條 有一樣嗎 一樣嗎 這條 A 跟這兩個一樣 B跟 B 有一樣嗎 有啊 我再問一遍 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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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個看 一樣的 一樣的 不然这代表大家轻松一下 这没有代表说 我们的眼睛出问题 没有 这不是 不是说你的眼睛 旁边比较不一样 也不是 也不是说你拍背 也不是 这是你大脑跟你的眼睛 在看东西的时候 会根据你看到的 旁边的光线 不一样 你说接受的颜色会不一样 其实属于上 这个跟这个就是同色的 这个跟这个是同色的 你注意看 你再在这里看 再看这个看这样就好 你如果参加这个阴影 你也是感觉米较浅 你也是感觉米较浅 我 我 所以我就要在说 那是我们大脑里面 我们大脑里面 对光跟颜色 因为它不一样 它的光会给你对颜色的感觉不一样 不是这个片尼 不是这个豆片尼 所以我现在要说的 我提出这个豆的意思就是 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 这个东西真的舒适 可能会因为它周边 或是说你把它加注在上面的 它的环境 和它的不一样的更多 会让你感觉这个东西不一样 我又要说这个意思了 好 顺着这个逻辑 我跟你说 中华民国 把你灌输 在那 透过教育 把你灌输在那里面 这种教育 中华民国的历史 还是说中华民国 对台湾的国际地位 或是说中华民地位的改税 因为它给你加注在上面的是错的 所以你的认知 会转到偏向它变去 但是它跟你说的是假的 就好像说 你要看这些什么 你会看到 white and go 就是说你会看 A跟B 两个不一样 这条 给你辅助 看这个属性的一生 对我说 他会你这里会用 他会用 C Century 它让你觉得台湾跟日本没有是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若用 もし让荷律 用荷律使用 放在这 你会发现说 台湾跟日本 其实就有三俞 颜色会因为光线不一样 你会感觉那个色的不一样 实际他们两个是同样的 就跟我说那个道理 所以说认知重不重要 认知很重要 认知如果你认知错误 会让你做不到的算计 不到的算计 你就会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像现在电话面说 他跟你说了 根据开乐参与 中华民国已经拥有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你以前听了是不是都这样 这个这个的感觉 感觉 感觉 对的可以手 不对的可以手 应该都不对 是什么不对 对 又问下去了 是什么不对 对 对 渐量不可以移转出款 这是大的 比较大的一个解答 但是他还有一个细部的概念 还有一些细部概念 所以说大家要来上课的意思是 就是这样 好 所以说认知不一样 你做出来的动作 你做出来的行为也不一样 来 我们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地球 我问大家 地球是黄的还是白的 黄的 黄的 你有相信说 在这个世界上 以前的大部分的人 都相信地球是白的 你有没有听过吗 没有 你没有听过吗 在那在什么时代 你看 差不多十四世纪嘛 十五世纪以前 在大航海还没有 大航海时代 还没发达的时候 世界上的人 都因为地球是什么 黄的 白的 但是 自地球形成以来 对不对 地球是黄的还是白的 事实上是白的 事实上是黄的 对不对 但是是怎样 人会认为说 地球是白的呢 所以看嘛 他用看 他用感觉 他用他做做行情的感觉嘛 他没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去 去观察嘛 所以他用他的感觉 感觉说 地球 那些人觉得 地球是白的 没错 我就站在那边看 就都白白的 这样 那你事实上 地球是黄的嘛 不然科学 科学开始进步了 多年 地球是白的嘛 只是印证了 地球 自行程以来 长久的事实 他都是 圆的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是说人的感觉 也不同样嘛 所以说下去 因为人的认知不同样 做那些人 他因为地球是白的 所以说 三星的一百度 一百度 一百度 就是表现出来 那些人的人的生活 地球是黄的还是白的 白的嘛 对不对 因为是白的嘛 所以说 来到海洋的 来到地球的尽头的时候 会什么 会连累嘛 对不对 来到地球尽头的连累了 所以这个度的连累出来 就是说 那些人的人 他的喜欢 他的认知 地球是白的 所以来到 背后有一个世界的尽头 好吧 但是 在大洪海实在里面 有一个人 这个人 什么人 哥伦布 哥伦布 他觉得地球是黄的 还是白的 黄的 黄的 他觉得地球是白的 请问一下 他会不会发现新大陆 不会 他就不会发现新大陆 他会怕 他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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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世界尽头 他会摘下去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 所以他 他跟他不一样 他的 他观察力跟他不一样 他不见地球是圆的 所以说在哥伦布 那个时代里面 所有的人都知道 地球是白 地球是白 那些人都相信 说 在大西洋里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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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瀑布之后 他帆船搞就摘下去了 摘下去是粉身碎骨 所以说去航海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危险 这有危险 一般人会想要去航海吗 他都懂 果族不浅 果族不浅也会显现新的大陆 不会啊 就像我们现在来台湾民政府上课这件事了 你若对中华民国的这个公法完全深信不疑 请问一下 你今天会来台湾民政府上课吗 你若没来台湾民政府上课 你敢会发现说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 你敢会发现说 原来你拾中华民国的护照 因为你是中国人 因为你是中国国族 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会假的啊 所以说认知的差别很重要 好来 好来 但是郭文部呢 他就要怎样 他要跟那种人 头部里面那种 第一句是白的 这种愚蠢的 愚蠢的相信 foolish belief 他要跟这种愚蠢的信念 要去对抗 要去对抗 才能够叫这些水手 对他去上船 去探险 去冒险 你敢冒险 你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发现新大陆 对不对 就好像大家都来这边做 来这上课 其实你心里面 就是有一种冒险的心理 有没有 有没有 应该都有啊 你自己心里面都有冒险的心理啊 因为你就是有一种冒险的心理 所以你会来这边上课 因为你发现 这个好像跟人家讲的又不太一样 你就在那边跟中华民国那一套 跟台湾民政府讲的这一套 在这里衡量来衡量去 最后你决定要冒险了 所以你会来嘛 对不对 但是你来了就对了 你来了就对了 好 我们即将发现新大陆了 对不对 好 他说 哥伦布 他他深信 他感觉 地球是败的 所以他就要跟这些 这些foolish belief 要去对抗 最后证明 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的啊 他发现新大陆 他发现美洲啊 但是美洲是不是新大陆 不是啊 他本来就在那里啊 是那时候 哥伦布 他们欧洲那些人 不知道世界海洋的另外一头 还有一块大陆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不是新大陆啊 所以认知会很重要 你对事情的认知 的那个 是什么样的想法 会很重要 会决定你的行为 来 再来这个 在在解释台湾的地位 台湾的国际地位 就是说 我们的国际的时候 也存在到 在台湾存在到 这种foolish belief 这种 来 他都是这样说 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 但是 是 在市民 在外面 媒体 还是政治人物 都这样跟你说 根据卡路宣言 1945年 10月25日 台湾光复 台湾光复是真的 假的 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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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台湾国务 所以 他在1946年的1月12号 他用一道行政命令 把你全部的台湾人 回合到ROC的国际 这件事 这件事 是政客的还是错误的 错误的 错误的 所以 这都 这都 違反国际化 再来 因为台湾 恢復 ROC的国籍 所以ROC的 憲法 放在台湾是C 所以 台湾 就是ROC的 这也是 这个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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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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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这也是假的 好 因为 所以台湾 变成ROC 因为 所以 变成 租款 独立的国家 这不对 这也不对 这也是 真假的 这也是假的 因为台湾等于ROC 所以 你会反对一中政策 是不是 以前你是不是都这样想 因为台湾等于ROC 所以你反对一中政策 因为你感觉说 我如果改一中政策 我就会并吞去 不是这样 你以前是不是都这样想 但是 你现在发现说 我不等于他 也不属于他 他们要一中政策 关你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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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反对 不要反对 对 不要反对 因为 等一下我们会说到 为什么美国一直建设一中政策 其实一中政策 要解决什么人的问题 要解决在台湾 理由 你问在台湾 这个中国人的问题 这些人 如果有法度一中政策 回归祖国 签问一下 应该不再继续给我们控制 不会 不会啊 那就走啊 对不对 再来 因为 人在台湾就是ROC 做一期挑战机 是不是都继续拍 陈运林来的时候 警察 警察把林云的那期 走去的挑战机 什么 跟阿当 跟没收 有没有 你不觉得很奇怪 林云的拥战机 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不觉得 这个跟你过去的印象是冲突的吗 你不怀疑吗 你不怀疑吗 因为RO PRC的打压 中文里面说的 我的打压 所以 ROC 一台外的ROC 只能用 陈迪士泰北的名称 以前的新闻 都要跟你报 这不是真的 陈迪士泰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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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 我来的意思 不是 那是因为那来 不是啊 也不是啊 所以 过去 你如果有这些 的生法 你就到大航海时代 十四十三世纪 那种人 因为地球是白的 那种生活是同样的 但是那有什么对错吗 在这个环境底下 你不觉得有错 但是新的元素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说 这种认知是错的 就好像说 郭文部开始大航海时代 他认为地球是圆的 所以以前的人是因为 在那个环境底下 他认为地球是平的 是没有错的 是不是也只是说 说地球是圆的那个人 什么 妖言惑众 对不对 对啊 就像现在外面的 最新欧世里头的人 他在说你们台湾民政府 这的人 是什么 妖言惑众 是不是 是不是一样这个道理 这你再来看 我们学院来说 因为那些 Fullish Belief 所以 产生这些事情 有啊 台湾就是中安民国 中安民国就是台湾 这是什么人说的 揣引文国 揣引文国 这种认知对还是错 这种认知 会不会帮助台湾 解决台湾的困境 不会啊 不会啊 好来 因为有那种 那种错误的认知 所以说 他这样奉上全世界 包括世界 VBC中文王 这个记者 他在落标的时 也这样 甘比亚 表示将断绝 与台湾外交关系 这是 2003年的 在国的新闻 是不是都同样 就是那种错误的认知 导致说 台湾跟中华民国 是一样嘛 对不对 但是 在外国人 跟他断绝的这个甘比亚 他们有清楚吗 他们很清楚的啊 在这里 他们的中东府的办公室说 18年以来 我们与中华民国 一直是强有力的关系啊 甘比亚跟什么人建造 中华民国啊 甘比亚跟台湾建造 没有啊 人很清楚的啊 不清楚的是什么人 台湾这的嘛 还好 为台湾再放上去 让人相信 那些人嘛 对不对 好 来看 这什么单位 台北经济文化表办公室 为谁 在美国 啊 这 你敢知道这个什么单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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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凡政府 在美国的代表处啊 哎 你对比 你对比这个哦 Emba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USA 这什么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美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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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了 所以 由这个名称 你就看得出来说 中华民共 那不是一个主券 独立的国家 不是啊 啊 你 为这来看 这 那不是台湾的大使馆 也不是啊 好不好 所以说 中华民共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共 对不对 这个名称 你就看得出来 那句是真的假 假的嘛 骗你的嘛 对不对 骗你的啊 啊 过来你看这个 这台湾 亚太经合育 APEC 是不是常常都一年都要禁国一遍 然后开始又认识说 马英九这次要去参加 是不是是不是都这样报 对不对 十年 十年 他就说 馬英俊要跟習近平在亞太金額會要趕近臉 你看 亞太金額會 APEC 他的會員 會員有他頭到右邊 你有沒有看到台灣 你有沒有看到ROC 沒有啊 但是你有看到一個單位叫什麼 起來那是台北 來 你覺得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 和 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 和請你去台北 再來這個 不一樣參加不一樣的組織 那個名字就不一樣了 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WTO 好 WTO 叫一個會員的那個 Member Information 會員的訊息 你看 這個 這個 對這個會員 漏漏長喔 你念一下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台灣 澎湖 金門和馬祖 這樣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單位 他全是括號喔 他真正名稱不叫強烈是台北喔 這什麼單位 誰參加 誰參加這個組織 你跟我說是台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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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來跟 WTO就要這個名 亞太政委會就要這個名 去美國就要這個名 到底什麼名 這是健康的名 我們 如果 如果 的話 講話在裡面給我告訴我們就是什麼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對不對 是啊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我們就是一個名 對不對 你今天去參加三小學 你叫張三 你明天會去參加那個 你叫做理事 後來你再去參加一個 一個商會 你叫做王武 這樣你的生活會錯亂嗎 火氣啊 你到底什麼人 不知道啊 連你自己就不知道啊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要跟你講的 那個衝突 你對台灣的 那個抗法的衝突啊 就是就是一個世界上 這都不用走起來 這上網就有看 這樣 那接下來 還有這個新聞 這幾年的六月份的時候 賴清德 他去中國訪問 訪問他是不是在中國那裡說 台灣的未來的政黨要由 台灣人民來決定嘛對不對 結果他們的國台辦 就出來講話嘛 出來講話那時候 他就強調這樣 任何涉及中國主權 他領土完整的問題 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請問一下 他說這句話什麼意思 台灣是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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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講的 台灣民國給你的那裡 就是就好像說 你在看那個A到B 那個方塊 你看A到B是不是方塊 是因為他給你那個 不同的陰影 他給你不同的環境 其實 但是你要用國際化的概念 就要看 我解釋一下 中國領土主權 中國主權跟領土完整的問題 他在說什麼所在 那不是說台灣配奧 對 金門媽祖 台灣配奧那不是中國的領土嗎 不是嘛 對不對 好啊 但是他說的是 中國的主權跟領土完整的問題 他就是在說金門媽祖 金門媽祖的問題 要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 中國人共同決定 好請問一下 中國的領土跟主權的完整性 中國的領土跟主權的完整性 由什麼人決定 中國人啊 沒有錯吧 是中國人 你怎麼解釋台灣同胞 對 就是在台灣的 你望的中國人 你敢是你望的中國人 不是啊 你不是啊 你台灣人啊 所以說 他們在說的他們說的台灣通胞是 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中國人啊 所以他說這幾個 敢有冒犯台灣的意思 沒有啊 但是呢 記者 還有一些學院領袖 那時候是不是在網路上面 撲撲撲撲 就叫馬英九要表態 那時候是不是說 有人跟你親問答案啊 說你的未來要有 有別人來決定啊 你要怎麼反應 不然他 不是啊 他就這樣說啊 政府一向堅持 在中華民國的生活 照顧下 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共同決定台灣的未來 他說這幾個 應付應付啊 但是呢 他說這幾個 現實是一個事實 什麼事實 什麼事實 我問你喔 他說這幾個意思 我要換一個 換一個 講法 換一個人的講法 你聽看看一下 你把這個當作 歐巴馬 檢視啦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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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馬這樣說啊 美國政府一向堅持 在美國的生活 這國下 由佛羅里達 的人民 來共同決定佛羅里達的未來 請問一下 歐巴馬這樣說他們佛羅里達 什麼 不會啊 為什麼 那已經是他的了 已經是他的了 他怎麼這樣說 不需要這樣說 所以 他這樣說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跟台灣民國的 不是嘛 對不對 顯然不是嘛 所以不是他有未來要決定的問題啊 對不對 這是不是就呼應到 我們初期版上到國際版 我們這個 一些概念嘛 台灣民國有擁有台灣人的領土出款 沒有嘛 台灣民國為什麼來台灣 因為 你有夢 還減 台里 民主禁錄嘛 禁錄可以依存出款嗎 不行嘛 所以 不行依存出款 所以台灣會變成台灣民國的 不會嘛 因為是不會 所以 他這樣說 對不對 這樣說對不對 這樣說是對的啊 因為 不是他的 所以才讓你們自己 未來讓你們自己決定啊 對不對 他說 這都新聞喔 就是 你怎麼去解讀啊 你要這樣了解啊 你要這樣去理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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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就是 你有那個 剛才我講的嘛 那個方塊裡面 旁邊給你 兩個輔助的線有沒有 那兩個輔助線就是 國際法的概念 要國際法的概念 要有國際法的概念 你就看出來說 原來 A跟B那個方塊 其實是一樣的 對啊 來 所以 這個議題 不是國家 也沒有獨立 你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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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的新聞 碎文 啊 直播國 沒生人台灣的國際 啊 網友就氣塑啊 啊 斯根的番薯啊 他主要是說 他 他去外國 了以外 啊 直播國 沒生人台灣國際 台灣國際哦 啊 結果他把他 他的個人資格上面 喔 他當中國籍 China 啊 他就覺得說 哇 是怎麼這樣 那就明明台灣人出國國 才沒有人身體是台灣國籍 請問一下 他殺什麼嚇叫出來的 你以為他應該殺什麼嚇叫出來的 台灣人跟那一本牆牌的 牆牌的那一本裡面 跟我證明你是台灣人 沒有啊 台灣現在是一個國 不是啊 所以有台灣國籍沒有 沒有啊 他說 他就說絲根的番薯 所以他沒有了解 這個國際上國家主權的概念 所以他會這樣感覺說明明我就是啊 明明我就是台灣人啊 明明我台灣在這裡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國家啊 是怎麼處理外國都沒有人給你信任 看還要跟你說你是中國籍的 因為在法律上的政樁 他殺出來的是那種 牆牌的 中華民國立法政府的負責嘛 那種給他們證明什麼 你是流亡的中國人啊 來 再去 你告訴的 國務卿 曾經做過國務卿的歐巴馬 那個那個 鮑威爾 鮑威爾 他2004年的時候 他去北京訪問 10月份 10月25去北京訪問 記者給他問啊 問 記者給他問是因為這樣啦 記者就給他問說 最近中國方面有點不安 台灣一直在說我們不必宣布獨立 因為我們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因為已經有26個多的國家承認我們 記者就說 阿威爾 你怎麼看 他就說這句話啊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台灣不是獨立的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作為一個 nation 台灣有沒有擁有 sovereignty 有沒有擁有租款 沒有 他也說沒有 而且 這三件事情的 的認知 是美國一直以來的政策 而且是美國堅定的政策 所以說 The only one China 就是什麼 一種政策 只有一個中國 請問一下 台灣跟中國 不是嘛 所以 那個中國在講的是 對岸的那個 那個中國 只有一個中國 而且是 現在只有一個合法的 代表中國的政府 叫做什麼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才是目前 中國的合法 唯一合法的政府 所以 只有一個中國 他就說這件事 台灣有什麼independent 台灣不是獨立的啊 台灣不是獨立的啊 這局你要怎麼解釋 台灣民國在這裡 那不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 不是嘛 你問政府怎麼 就有一個合法 不行嘛 所以說 在台灣的這個 台灣民國 還是說台灣 怎麼有獨立 沒有啊 沒有啊 啊 為什麼台灣不獨立 啊 我們 日出世界來前 建議還是建立 建立 建立嗎 建立嗎 建立嘛 建立嘛 你用建立的時候 你國教主管 電子怎麼沒有手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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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有獨立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在說這件事啊 好 啊 一達子 那人就 一三分題 是個Nation 台灣 這個地方 做為一個Nation 但是他沒有擁有主權 雖然說 這個地方 有人民 這個地方有土地 這個地方 看起來好像還有一個政府 欸 看起來好像 很像一個國家 但是他沒有主權啊 做為一個Nation 他沒有擁有 Sovity 欸 啊 這 鮑威爾他在說 到底什麼意思 好 來 我們來看 鮑威爾他在說就是這個 做為一個國家 他沒有擁有國家主權 他沒有擁有 State sovereignty 他的State sovereignty 一般來說 他是表現 在國際化裡面 所以他表現要 這四個 這四個要素 他要表現出來 第二 他要有 法律的領導 第二 他要有人民 第三 這個政府 本身要有一個權威 Authority 就是 這個政府對我 要讓人信任 這四個要怕 都信任 你就擁有State sovereignty 你對我 他要不要 他們的 帶你 成長 你就能派 什麼 大使館 你就不用到 到一個國家 就要 經濟文化代表處 另外一個國家 就用作 貿易合作 代表處 那你就不用在那裡 改來改去 來 來 我來分析一下 台灣這裏面 territory 目前現在把我們關閉的 是一個立方政府 對不對 這個領土裡面 我們剛才有看到 WTO有沒有 WTO裡面它是不是有 事業所在 台灣 朋友 金門 媽祖 你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要分成事業 對 無港國的 所以說 這個領土有確定嗎 沒有確定 台灣朋友尊於 什麼人的領土 日本天皇 對不對 以前就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對不對 金門媽祖什麼人的領土 中國的 這兩個 這四個地方放這會 請問 這個領土 有確定嗎 沒有確定 因為社會不一樣的人 社會不一樣的人 社會不一樣的人 電話民國 把這個領土 變成電話民國的 也沒法 所以電話民國還是台灣 這個領土的環圍有確定嗎 有爭議嗎 對不對 還沒有解決嗎 還沒有解決 這個要件會不會成立 不會成立 好 來 relation 人民 請問一下 在台灣裡面 你如果用粗粗來分 台灣有 people on 台灣 跟people of 台灣 對不對 people of 台灣 是在指 是本土台灣人嗎 對不對 people on 台灣呢 住在台灣裡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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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比較廣泛了 people of 台灣 以及英語的意思是說 這是屬於台灣本土的人 是世世代代自然在這邊生長的 產生的人 或者說規劃成為 規劃成為台灣人的這種 才叫people of 台灣 一個是自然的 一個是規劃的 但是呢 在台灣這邊 還有一種人 跟你一樣都殺 跟我們一樣都殺 一個那個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的人 那個什麼人 流浪的中國人 對不對 流浪的中國人 跟你 那不是港國籍 不一樣啊 這是不一樣 國家的人 所以 這個有確定嗎 也不確定 所以兩個要件已經不確定了 好啊 自然 有 現在台灣民國有給我們管轄 有嗎 有啊 這是因為他給我們 對不對 他給我們管轄 他變成站在頭上 這整個台澎金 都在管轄 他有權威 沒有錯 但是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把土地 跟人民分得分清楚 所以 摔下去 他 對外 會不會被承認 不會 所以全世界 只要是像樣的國家 都不會承認 中華民國 都不會承認 中華民國 所以 他如果沒有承認 他對我 他就沒有大賽冠 他就沒有加一個聯合國 他要加一個國際投資 他的名稱就要給他 最普遍的 名稱就是什麼 中國 台北 高 太北 咱 剛才說 就是 另外一種 這選議的論 你經常聽到 你說 我們的選議 就是一種人民主權的表現 这政党论体就是人民主权的表现 叫做人民主权 这个人民主权呢 在他们里面它叫 popular sovereignty 其实它这种是一种概念 它的概念是这样 意思是说这是一种关键而已 这个关键是怎样呢 这个政府套过参计 参代表 参代表起来 造成政府 政府来给人民主权 来给人民主权 这个政府官方 是因为参计 我参计给他来给他管 我也可以透过参计 来罢免 因为我参计 他就能维持一个政府组织 他来给他管 他管的管理 来自于我人民 选举给他 这个概念就是人民主权 这只有这个概念而已 所以你看 政府的authority 是用人民主权的概念 产生的就是参计 参计 参计就是在决定 把我们管的政府的权威而已 正当性而已 但是参计有法改变这三个 参计有法改变这三个 有改变 请问一下 你有法拥有state sovereignty 你有法拥有state sovereignty 你有法拥有国家主权吗 没有啊 你没有法拥有国家主权啊 对不对 所以说必须政府在跟大家说 不要再去参计 就是在跟你说 你去参加这个 这个没有法改划 台湾的问题 不会啊 你参计 你继续参计 这个人会分得清楚 分不清楚啊 你继续参计 土地会分得清楚 不清楚啊 对不对 你台湾感觉到参计 你参计 参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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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没法 对不对 所以说 不要去参计 来 要把我们 台湾上面的 人 参计 要用什么方法 你不是用参计 新粉證 台湾民進府的晶片身份證 你晶片身份證把它移下來 台湾人跟中國人是不是分出來 跟日本的中國人是不是分出來 對 這如果分出來 他們一邊就是日本的中國民國 他們的URC 強烈是台北 他們就去代表共和中國人就好 我們的新粉證穿下去之後 我們台灣人民是不是走出來 我們台灣人民 我們有台灣民進府替代表 對不對 我們的代表出來之後 這都清楚 金門媽做他們的 台灣朋友我們的 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 這個問題就無法解決 所以說身親身份證有重要嗎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說 你如何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的現狀 很簡單 剛才秘書中說用一支筆給我 你也是用一支筆的 那筆就是什麼 晶片身份證的申請表 你會把身親停停下來 你會把你的名字簽上去 你就如何解決台灣的國際地位 有簡單嗎 有啊 很簡單的啊 要為自己打一打一打好不好 好 大家看看 這在國際上 這是國際比賽 這是什麼隊 這是打哪球的 這是參加亞洲杯錦標賽 亞洲杯錦標賽 2007年亞洲杯錦標賽 跟2008年北京奧運的這個資格賽 這是什麼隊 中華隊 有人說這是台灣隊嗎 現在有話說了 現在有話說了 這隊叫做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對 流氓中國隊 對 流氓中國隊 叫流氓中國隊 不是在哪球比賽 這是什麼比賽 這是什麼比賽 選美吧 MISS International 2013年 國際小姐選美 這是什麼隊 這是什麼代表 中華民國代表 中華民國代表 你唸不出來中華民國 他叫Chinese Taipei 這就是流氓中國民國的代表 人民的代表 這個名稱 會不會讓你變成說 你是台灣的代表 不會啊 全世界都知道啊 這個不是台灣的代表 這兩隻怎麼黏就黏不出台灣啊 對不對 我就這麼簡單啊 這個 這個 MISS World 世界小姐 這個 世界小姐 這個世界小姐 會 為台灣處理的這個代表 她怎麼介紹她自己 來 我們給她點這個畫面 MISS World Chinese Taipei代表 哈囉 我是Sing Xia Chang 我是MISS Chinese Taipei MISS Chinese Taipei 我是21歲 我愛學習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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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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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MISS World 多年來 我非常幸福 在MISS World 2013年 我期待 看到 這個美麗的印度尼西亞 謝謝 謝謝 好啊 她有說她是台灣的代表 沒有啊 她是哪一個地區的代表 前一支 台北嘛 好 你還聽著 前一支 台北嘛 好 這什麼比賽 這古年 2004年 仁川 第十七屆 亞運 會 仁川亞運 好 這古年 在韓國班 這隊 什麼隊 看國旗 看他的情差 這什麼隊 看這隻機子 馬靠 豆典 China 這什麼隊 看這隻機子 馬靠 豆典 China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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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跟 印度尼西亞 跟印度尼亞 名字 不一樣 還有豆典 China 你看 這什麼隊 香港 香港 豆典 China 為什麼這兩隊 跟前前幾隊 的名字 都不一樣 都要加一個豆典 China 這豆典 China 什麼意思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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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啊 是不是主權範圍裡面 對啊 對啊 這個 這堆什麼堆 陳列治 台北 這堆代表什麼人出在比賽 對啊 代表立望的中國人出在比賽 怎麼代表立台灣人 沒有啊 所以台灣人有派對去參加人村亞運 沒有啊 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隔壁那個處女的那些年輕人 這次就有去亞運會 那我看到台灣人 那是怎樣 你說他不是 這就是法律 這就是法律 你剛才看 不要叫他是不是剛才說 改良宣言 根據改良宣言 台灣已經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對不對 欸 如果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邊應該寫台灣 對嗎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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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命的就不是這樣啊 所以 所以你覺得這堆有台灣 沒有啊 這堆沒有台灣啊 很显然的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 如果是就像香港澳门这样 所以显然不是 刚才那个Fullish Belief 是不是跟你说 他是不是 新闻一直跟我们说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阻挠 所以出在外国不能用ROC的名字 可以用乞认自台北 但是在台湾班的比赛 他有没有用台湾 也是没办法 你看这个 这去年11月份的时候 21U世界杯棒球赛 这第一次 在什么地方比赛 台中 他有用台湾 他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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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如果出外没有用 在里面要办比赛 他也没有用 他都没有用台湾的title 他如果没有用台湾的title 请问一下 他有拥有台湾 他有没有台湾的领入主权 没有啊 所以他没有用 所以在这里 这初期的办法说过了 샘� 他不会用台湾很多机会 齐日台北是什么意思 今天有入 ni 汝 是什么意思 Spotify 中国的楼王政府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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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台北 就是这样 这样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国的楼王政府 中国的楼王政府在台北 力为全市民 знает 一开始 中国的楼王政府在台北 一个政府流亡 流亡就是组出你一个国家 去外国的一个社会的社区 继续他的政府做一个运作 他的定义就是这样 这叫做流亡 这叫做流亡 所以由这个定义里面 你就看得出来说 台湾的台北跟中国的流亡政府 他们的关系是国内关系还是国外关系 是国外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说为名称你就能说 行车说台湾跟中国的流亡政府 绝对不是隶属关系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外国关系 就像我们刚才在屁头在说有没有 四季鸡 我跟你说那个关系有没有 对啊 我跟你说那个关系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行车说一个关系了 台湾对中国民国来说 不是国内 是什么 是外国关系 是外国关系 好啊 他因为他是流亡政府 所以这就是他的名文 他叫四季年 在二月开始正式流亡之后 他叫五季年 英国就跟流亡的中国民国 本 Benny 一九七月年 澳洲一九七月年 澳洲一九七月年 美国一九七月年 自来南韩 他叫一九一年 开始由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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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啊 他没有了就立合法 所以绝对没有办法拥有国家主权 好 所以说他逢到 是怎样 正常的 是正常的 最后我们可以预期 流氧中华民国最后的邦交国 会变成多少 变成零 最后会变成零 最后会变成零 好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中华民国在台湾 他对我们的关系 也知道他的身份 但是你现在环头正在看 看我们自己 不然我们台湾自己的国座地位有正常 有吗 没有啊 显然不正常啊 不正常我们要怎样 让他正常嘛 对不对 不然你来这里坐的要做什么 对不对 你来这里坐的目的就是 台湾自己的国座地位正常啊 对不对 好啊 但是呢 在我们台湾一些政治人物 他也是说他要为台湾打拼 他要让台湾可以走入国家社会 但是 他做出来的那个动作 美国都会反对哦 美国都会反对哦 你看这个 美国重生 反对改变台湾现状 陈水扁 这是2007年 他要做中华民国 立方政府的总统的末期啊 他抛出四要一没有 啊 已经改变了他的四不一没有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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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演说的内容啊 啊 所以说美国就来说 不行 你这样不行 因为他这几个 是要一没有啊 就是要让中华民国的立方政府 在台湾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 所以 美国就来说 反对改变台湾现状 啊 你就想说 啊 你如果说他台湾人的心怀 说啊 他这样做 就是要改革台湾的国际地区啊 让台湾人可以走入国际社会啊 啊 是怎样 美国都要反对 他这方法怎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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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对 你你还没来台湾民政府上課的时候 你会感觉他这方法对不对 对 但是你现在来台湾民政府上課之后 你感觉他这方法对不对 不对 你已经知道有什么了 所以他这方法不对 回去推 到他的头部里面 他的认知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对台湾的国际地区认知是对的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哦 是错误的哦 所以认知错误做出来的办法 怎么 做错误啊 所以 所以 现状 为什么不能 被改变 既然有问题 但是又不能改变 哦 啊 这个你就要去输课啊 有问题 不能改变 那是不是我改变的方法错了 所以才会被人家制止 对不对 对不对 是这样嘛 来 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来改变 那对不对 不对 那看 被反对的公投 这个 也是陈淑平在推动的 这期新闻是2007年9月 一旦准备推动入联公投 啊 美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亚太资深主任韦琳德 啊 就出来说 就反对啊 啊 啊 再來 副国务卿 啊 内阁罗蓬特 也说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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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 副国务卿 也说 反对 好 啊 再下去 那里到最后 更大 更大 更 层级路有关啊 啊 RICE 国务卿 说 反对 欸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是怎么一个民主的方法 来做公投 美国都反对 啊 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美国不是讲究民主吗 啊 民主不是就要透过选举投票吗 啊 是怎么美国他们10次 在选举的时候 都会教很多公投 是怎么台湾的陈瑞平要办公投 美国大大小小官员 都会反对 为什么 所以 很显然 有这个事件里面 你会说 虽然是用公投 虽然是用民主的 游戏规则 但是 这个公投 这个选举 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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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带来 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国家的方法 在国家的范围里面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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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国家主判在运作的 过程里面 来 你看 对比 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 母亲的人生日要公投 对这个 来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 他在2004年的三月 他是不是说要公投 脱离乎克兰 有没有 他要公投进行 德国的总理 梅克尔 他就说 公投 不合法 你在这里在认识 原来选举投票是不合法的 你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选举投票是不合法的 不合什么法 违反乌克兰的宪法 和国际法 为什么 克里米亚 是不是要离乌克兰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他有跟他的租款 乌克兰 中国政府 有协商好使吗 有 乌克兰的宪法里面 有说 你达到什么 达到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条件 你就可以公投独立 没有啊 你既然没说 法律又没規定 这样你有违反乌克兰的宪法吗 有啊 好 克里米亚去公投 公投后 他是不是加入俄罗斯 对不对 好啊 你再看 一个 为乌克兰的 这个租款范围 刷去俄罗斯的主权范围下 不合国计法 不合国计法 对啊 不合国计法 对不对 所以 德国总理 可以这样说 不合法 所以 这个管理 但是他不然也去投 投的结果呢 就是这种结果 投了 家族俄罗斯 多少 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 这發行一个大会 这品位大会 edereal Assembly的大会 他用做了一个决议 决议文号 是这个1 1493的决ions 在1 1493的决言 2021哪 purposely очang 向大民主 milit行 changes in the status of Kremia region 他要求非凡国 不要去信任Kremia 这个地区的主权地位的改变 这个决议文的内容是这样 这个决议文的内容有通过吗 有 有通过 通过是这样 一百个国家有战争 十一个国家反对 五十八个国家是有弃权 所以这个大会表决 这个决议文有没有通过 有 有通过 通过的意思就是 要不要承认Kremia的改变 都要连下来 没关系 有没有是不是不承认 对啊 所以那个Kremia公投 没有 有参与一个法律上的效果 没有啊 没有啊 有那么改变吗 没有啊 虽然他现在走进俄罗斯 但是世界的信任 也没有什么信任啊 所以这就是他不合法的所在 但是呢 有一种是可以承认的公投啊 这种的 南苏丹独立公投 美国 美国 占仰 白白是公道 克里米亚 的公不合法 南苏丹公投 就被美国 赞扬 陈瀚扁 要推公投 美国就反对 美国 你觉得很奇怪啊 对这个民主的 游戏规则 好像 他的 美国 你觉得很奇怪啊 他的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他这不一样 不相同的所在是 在什么 是什么核心价值 对 国制法 对就是国制法 来 是怎样 这个 这个公投 会去美国给他赞扬呢 因为 因为 他有签一个和平协议 跟苏丹 南苏丹 他们的内战 他们其实他们以前在殖民地的时候 南苏丹跟北苏丹 其实就 没什么样子 但是 每个都合作 合作合 合作合后 因为不一样 所以又开始冲突 冲突到最后衍生成内战 内战最后 为了要让他们不要再战了 结果 他们 周边的 世界各国 都去居中协调 每个都签一个 苏丹 跟苏丹共和国 这个政府 签一个 叫做全面和平 2005年的时候 签一个全面和平协议 在这个协议里面 才产生 南苏丹 它可以独立公投 所以独立公投的法源 就是这个协议而来的 这个协议是怎样 因为 苏丹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同意它里面的南苏丹 可以独立公投 如果这个独立公投 通过的话 南苏丹共和国就承认 南苏丹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这样它就可以离开 这个手段了 这样 这就是国家法 的 租款 地位在改变的时候 那是一种常态 你要 好生 要协讯 这个人 通过 通过 通过了 她妈生起 人家 生亲 院家会员 马上就通过 没有什么 但是 还有一点 被许可的共同 当然这个新闻已经是过了 但是在前前这个新闻的一瞬 他们是还没到 他在这 这是2013年的三月二三 苏格兰要独立公投 他就是2014年的9月18 他要到独立公投 很奇怪 那时候媒体 新闻 在说苏格兰公投 有有人说他不合法 没有啊 他还可以抗公国呢 差别是在什么地方 是他承受那边要推 陆联公投 大小玩玩一直跟他说不行 差别在这 在这 苏格兰是一个地方政府 苏格兰跟他的党 大英帝国的中央政府 两百最好的 签一个叫做爱丁堡协议 2012年的10月15日 他们签一个爱丁堡协议 在爱丁堡协议里面 赋予苏格兰可以独立公投 脱离大英帝国 所以他就有公投的合法性啊 当然他这个公投有通过吗 他没通过 他所以没法度够独立出去啊 他说这个公投是合法 是合法的 另外是这样的呢 打不过的公投法 现在很多头回来看台湾这个地方 但是 中央民国是不是冲一个叫做 鸟龙公投 是怎样要鸟龙公投 你有思考这个问题吗 他知道 他是不是知道 不可以给你导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弄一个鸟龙公投 是怎样知道 不可以给你导 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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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弄了一个鸟龙公投 让你吃不到 也不让你去 真正投了 有效 有法律效果 但是呢 一些人的 就开始 要去修正 公投法的门槛 我给你问一下 就是说公投法的门槛收得好了 有没有统图公投 同样没办法啊 为什么呢 因为 他的公投分成全国性和地方性 全国性的是这样 全国性的 有没有 法律护决立法原则 重大政策 宪法修正案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甘母同 公投还是独立公投 没有啊 好 这是一个问题嘛 什么人可以盗他们的公投法 什么人在盗的 中华民国国民 满二十万 你 你现在有三 台湾民进府晶片身份证的 你可以 法律上你可以证明 你不是中华民国国民 他要设计 他要设计 鸟龙公投 这个鸟龙公投 这个鸟龙公投 就是在这 门槛在这 他的门槛是这样 全部可以盗的人 一盘 要出来盗票 可以盗票的人一盘 要出来盗 出来盗的人一盘 以上 要盗 同意 公投的案 这会通过嘛 因为要出来盗 这个很困难 所以 他就要改这个 他就要改这个 好啊 就算你改这个 请问一下 这什么人在盗的公投 中国人在盗的嘛 跟你台湾哪有关系 他们中国人可以盗 台湾配合的独立公投 不可以嘛 所以他才把你放这在这 所以他是不是知道 台湾配合的领土 没受到中华民国 他知道啊 对不对 但是 他怕你不知道 大多数台湾人 会擦枪走火啊 所以他才跟你说 没有那个公投的项目啊 就是这样啊 好 来 啊 你说没有统图公投 但是 如果按照中华民国 他们这部宴法 继续走下去 因为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两个 会统一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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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啊 在这 对啊 因为 中华民国自己的 憲法呢 争修条文的就是 为了 国家统一权的需要 所以他要改部 从中国 带回来 带来这边用的宪法 所以 他们的公投 虽然没有统一公投 但是 实行他们的宪法 最后的目的是怎样 统一嘛 就是要统一啊 我刚才有说到 统一是要 他们中国人统一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对 解决中华民国 你有梦在台湾的问题 是解决他们的问题哦 好啊 你刚才来看 如果按照用公投 要来改变台湾的国家 对 这样会不会通 第一 这个 这个 苏格兰和 这个 英国的中央政府 他们两个人都 好了 这可以倒 苏丹一介人民解放组织 跟苏丹的中央政府 他们是说好了 可以倒 所以 他们的这个公投 有合法吗 有 有合法啦 但是 你看 克里米娅 有跟他的中央政府说好吗 没有 所以 他没有合法 偏要推台湾 独立公投 他有跟台湾的主管者说好吗 没有啊 对不对 因为台湾民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管嘛 对不对 台湾的主管者是什么人 日本天皇嘛 如果 禁止定调的是什么人 美国嘛 美国有跟阿兵说可以吗 没有嘛 美国跟他反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他 他投注来不会有结果啊 所以不然 他的 他的公投入联的文是什么 一直改 他一直改 改到美国 他马上去 美国不安 他也好 你投 反正去 那个投就是不效果的嘛 对吧 强力是台北如果要公投呢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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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不是公投台湾 不是啊 充其量 他可以公投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金螂妈祖嘛 他要公投金螂妈祖 他想要跟他 他中国的 break 副中国 要去講的好誰 所以說他敢不騎這條路 不會嘛 他要統一 對不對 院外裡面都要統一 所以他不會 所以他只創一個 什麼 鳥籠 公圖 好 再來 用家人家說 不可以 協議反對 不然直接來申請人家說這樣好嗎 可以嗎 這樣是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方法 這樣對嗎 也不對啊 來看 這個影片給他點一下 不合邏輯 陳世辯總統 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金文表明 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結果潘金文以聯合國實行一個中國 政策為由拒絕受理 不但在聯合國網站上公布決定 心情意義當潘金文的副發言人 歐卡畢在聯合國簡報時 也特別做了說明 當場就有外國媒體表示 聯合國的做法不合邏輯 由於台灣記者不能進入聯合國採訪 TBS記者今天也以電話 與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聯絡 當記者提及 陳水辯總統表示 聯合國秘書長無此權限 退回台灣的申請時 秘書長辦公室的回應是 秘書長有無此權限 這也是聯合國會員國來決定 人家致意台灣不是會員國 無權智慧 第一月新聞 泛啟斐綜合報導 你看這個新聞 剛才那個記者 是不是在說 台灣是不是優勢以來 他作為一個國家 要去聯合國 表示他的意思 結果 沒有人的會員 可以回應他的要求 所以這個記者 他不知道台灣不是國家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以為台灣是國家 他以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要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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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聯合國的網站上面 就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看有還是看沒有 我們看有的時候 我們認知 還對還是不對 你看 你如果看 你如果看中文辦的 你看 要怎麼加一邊合國 你要用英文辦的 list 在這裡 About Membership 這個 點以後 裡面出現 How did the countr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一個國家要怎麼變做 聯合國會員 這個放大給大家來看 在這裡 一個國家要怎麼變成聯合國會員 重要的是 States ar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by deci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p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他的意思是說 你要申請加一個聯合國 你要申請 申請 送件 送件 秘書處受理之後 撒去 Security Council 就是安全理事會 撒去安全理事會 安全理事會 開會之後 幫你同意 推薦 推薦你到大會裡面去 到大會裡面 把你決議 決議通過 你就有 擁有聯合國會員 聽起來是不是很簡單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重點 這是 它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但是重點在這裡 是 它是 新的國家 還是說是 新的政府 要怎麼 獲得聯合國的成績 我跟大家在這裡問一下 聯合國 敢不把你信任 你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會不會 那不是聯合國在幫你信任的 那是 會員國 會員 在幫你信任的 會員 它是這樣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ew state or government is an act that only other states and government may grant or withhold it generally imply readiness to assume diplomatic relations 他在這裡 幫你信任的 你是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由我這些主權獨立的國家的會員 來幫你保障信任的 我有幫你信任 你是不是國家 或者是我不承認你是不是國家 都是會員自己來做決定 這個會員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重點就來了 我們剛才是不是說到鮑威爾 鮑威爾 鮑威爾 鮑威爾是不是跟你說 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is a nation 有沒有 所以我剛才會跟大家介紹 一個國家裡面 你要變成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的要所 有四行 State sovereignty 你如果四行都正確之後 你自然會去用信任 在這裡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有辦法跟其他的會員國 你如果說會員國 發展外交關係 有辦法嗎 沒辦法啊 他沒有辦法普遍 跟所有的會員國發展外交關係 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在台灣 他不擁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 他會不會被人家承認 不會被人家承認是一個 New state 也不會被人家承認是一個 State government 所以他有沒有機會 他有沒有機會 他有沒有機會申請 可以加入聯合國 沒有 絕對沒有機會 所以 阿扁走這條路 對還是錯 也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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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聯合國跟你說 How does the new state all government Uptain resign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他在這裡要跟你說 那個流程 你要怎麼變成一個聯合國的流程 我剛才有說 安全理事會 15個會員國 只要9個同意 不同意的裡面 沒有包括五個常政理事國 這樣你的推薦就通過 你的推薦通過的時候 進去大會 大會只要多數學3分之2 你就馬上擁有這個 會員資格 就好像 我們剛才說的 南蘇丹 有沒有 南蘇丹 第一個 因為他的獨立公投 合法 合國際法 聯合他 他成立後 馬上去 申請 加一個立國 安全理事會 就給他推薦通過 聯合國 再上去聯合國大會 很快的 南蘇丹就馬上成為一個 聯合國的會員國 那麼簡單 但是阿扁 又要公投入聯 又要公投入聯 又去申請 又寫申請書 又被人家推薦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好像很難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對台灣的認知有沒有正確 你有正確你才能夠解決問題 來 在1966年 英國就已經跟你說很清楚了 就已經講好了你台灣的地位了 在這裡 他們在聯合國大會裡面 他們的代表就這樣說 台灣的問題探討中已經提出很多觀點 如眾所周知 最重要的是台灣的領土主權還沒有決定 因此 我們的看法 誰能在聯合國代表台灣的問題 沒有結論 有 在這裡 有一個衝擊點 1966年 台灣民國有在台灣嗎 有 有 那個人前 那個人前 他是不是都說 他是台灣的政府嗎 對不對 為什麼在台灣 上面有一個政府 結果 沒有人有辦法代表台灣 他怎麼說 怎麼這麼奇怪 這英國說的呢 這英國說的 所以 你有夢的中國民國政府 可以代表台座國位嗎 可以代表台座國位台灣人嗎 不行 這就是聯合政府不可以怎麼樣 就地合法 就好像印度的德蘭沙拉 裡面有一個西藏聯合政府 西藏聯合政府 可不可以代表德蘭沙拉那邊的印度人 你這樣想就知道不可能 對不對 怎麼印度人會被西藏聯合政府代表呢 同樣的道理 在台灣的中國地方政府 他為什麼可以代表你台灣人 顯然不可以 對不對 一定是不可以啊 這台灣的邏輯啊 所以 英國 16年就跟你說 沒有政府可以代表台灣人去參加聯合國 所以 天 台灣的涼濤豬賺 生立台湾民政府的民事政府在台湾人 管自己台湾人没有 没有啊 是一个外来的地方政府在管台湾人啊 所以196月的时刻 如果那时候台湾民政府起来 那时候代表台湾人的政府是谁的政府 蛤 对啊就是台湾民政府啊 啊 啊时间一直延变到今天立 啊台湾民政府 现在已经生立了 啊所以说可以代表台湾在台湾人的政府 目前是什么政府 对 对哦 哎 啵啵啵啵 哦 要用清晨哦 好 来 所以 今天 这路连的国这条路 也是没法解割台湾的问题 因为 走错路 认知错误 哦 所以 入联的关键 主权独立国家 那 显然台湾不是 中央民政府不是 ROC代表的是联网的中国人 对 现在 强力是台北 啊所以 没有 没有可以被承认的政府可以代表台湾人 所以 因为你 都没有一个政府出来 可以来跟你的 尖叫 美国讲 所以 美国一定会反对 这个 代理人 做独立公投的意涵 做独立 有独立意涵的公投 美国 终于给你反对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一个尖叫叫嘛 我是 我是握住了谁的领土 天皇的领土嘛 啊 握住 美国握住天皇的领土 那 这个领土是不是美国的 不是啊 然后 占领不一专主权啊 啊 就真的何必条约 就是说 任何国际条约里面 都没说说 台湾的领土 已经没有什么人啊 都没有啊 所以 这个台湾的领土的 那个 所有权 人仍然还留在天皇的天皇身上 只是 他现在去美国带领的 啊 美国 没法从台湾的领土 变成美国的领土嘛 所以 他将来 总要怎么样 要还嘛 对不对 不是他的 总有一天也是要行啊 他要行的一时 他絕對不可能 让台湾 独立出去嘛 因为他要有 循着国际法律程序 至少 要你台湾人 跟美国讲好 至少 要美国要结束 要结束占领 至少 美国结束军事占领了 你台湾人 要跟你的租款价 去协商嘛 就好像南苏丹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 那是更后来的路啊 但是目前 我们现在的总台 在在民事政府这个阶段 就是根据建政会以后 我们在建政以后 他们这准备价 要替我们先进 民事政府嘛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你可以去说独立吗 不行啊 因为你的法律程序 还没走完嘛 你没走完 你就没法走到下一步啊 来 所以 因为这几个 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ROC 那不是台湾 不是 ROC 有没有永恒台湾 没有 这跟蔡燕文讲的有没有相反 完全相反 所以你要相信 我们这样子按照逻辑 按照法律事实 一直推演下来的结论 还是要 你要听他们一时激情的 选举口号 你要听法律论述 这个严谨的推理过程 你才能够发现 原来那个A跟B那两个方块 是同样颜色嘛 对不对 选举口号 选举的激情口号 就好像那个阴影一样嘛 会让你看不清楚事实啊 来 好 是怎么台湾 不是台湾民国 台湾民国 没有永恒台湾 那还有一点 历史对照 1895年 大家知道吗 日清交友战争嘛 要签一个什么条约 下官条约嘛 下官条约那一时 台湾和平洋 就已经永远 割让给日本天皇人 中文国当时成立的 1911年嘛 请问一下 1895年以前 还是1911年以前 1895年以前啊 1895年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没在中国的 范围里面了 对不对 所以台湾会不会是中国 不会啊 绝对不会啊 现在1935年的一转 又举办一个台湾博览会 1936年 中文国才宪朝 宪法才开始起草啊 他起草里面 他的固有僵域 怎么有包括 板博览会 日本台湾的博览会 的台湾有 怎么 不会嘛 好 而且 中文国的 第四条里面 他自己说啊 中华民国 旧有僵域 要经过国会 国民大会决议 才可以改变啊 你去找文献 中华民国的国民大会 从来没有开过 民土变更 把台湾澎湖 并入 中华民国 从来没有 所以 法律上 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也不是啊 日清交友战争 在这 这 够合条约 这1935年 实证45年 台湾博览会 实证44年 就是1895年 加40嘛 就是1935年嘛 所以1935年 台湾仍然在 大日本帝国 主权下嘛 对不对 是日本天王领土啊 这都没不对啊 这都没问题啊 这都没问题啊 台湾小头啊 这都没问题啊 有些影像啊 但是呢 时间一直在1935年 发行 太平洋战争 珍珠港 珍珠港 那个事变 美国 隔天对日本宣战 由此开始 台湾的国际地位 就开始有点变化 来看1945年 十月二十五 8月15号 天王宣布投降嘛 无条件投降 所以记得 9月2号 盟军最高统帅 麦克阿瑟 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指派 日本兵 要向 这个蒋介石大元帅 在台湾的日本兵 要向他投降 所以才会有这一天 蒋介石的军队 来台湾 来台湾接收 日本军的投降 但是你看 美国 给日本兵 选择投降书 在秘书里面上 签投降书 美国有向他 声 说 日本军阜 有 没有 没有 那是什么 金军阜 来这 簽投降书 他会向他 台湾光复 你看很奇怪 对啊 所以 美国 他知道 打贏 日本的鸟兔 怎么会变成美国的鸟兔 金军阜 他是不是打贏 结果 台湾变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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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对 对 所以这对不对 这不对啊 所以 这台湾光复 是真的假 假 假 他跟你骗 他跟你赞为己有 这个行为是不合国际法的 所以 不知道 变成 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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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命令 好不好 这 1946年的 1月12号 你这一条行政命令 才跟你说 为这天 10月25号 所有台湾人 变做中华民国国籍 这就是什么 他违反了国际铁则 占联不可以移民主权 他自己就把他移转掉了 在这 在这个时间上 日本 有到 现在就 签人和协议 说台湾已经变做中华民国了 这也没有 所以这些 违反国际法令 这笔账要好好算 好来 中华民国我刚才有说过 有开过国民大会 把台湾并入中华民国吗 没有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不仅在国际上违法 他连在他自己的宪法的层次里面 他会怎么样 也违法 对不对 都给你骗 中华民国的宪法草案 1936年一初 我们刚才有说 1935年是不是台湾办 那个保安会 他们在台湾是插日本旗 对不对 所以台湾有可能会召离 他们的宪法草案里面的 固有僵域吗 不可能 你干擾会召离 你会召离 对方便 但是你有得到辅助吗 有 金蒙猫做会召离 你知道金蒙猫做会召离吗 自己回來 跟他們立法委員這樣說 最近說好平調校 並沒有規定將台灣配合 幸福中國 有清楚了嗎 很清楚了 立法委員就問說 不然為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站在這裡 你不改歲一段 不然你改歲現在的地位是怎麼樣 他就這樣說 屬於這庄 這兩個地方 我們在看 但是國際 國際形勢 那不是國際形勢啦 國際法啦 國際法使得他不屬於我們 所以他才有說得有清楚吧 對啊 台灣朋友那不是中華民國的 不是嘛 他自己的人自己說的對不對 在這個情況之下 日本也沒有權利把台灣澎湖移轉給我們 為什麼 因為國際社會平台有簽署之後 現在的日本國政府是不是放棄台灣的 領土的管轄權 write title和claim 他就沒有東西 他要怎麼移轉 他要怎麼移轉到台灣民國 這也沒有嘛 所以 不管是究竟在和平條約 還是台北合約 他裡面 都沒有關係到台灣派 已經 都沒有關係到台灣派 有中華民國這件事 完全都沒有 你可以回去看看原文 裡面都寫 完全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好 所以大家看看 還有一個 法律資料 就是台灣關係法 美國 台灣關係法 那不是 那不是美國和中華民國簽的合約 不是哦 那是美國國會 片面制定的美國國內法 美國國會法裡面 他怎麼看待 台灣 他怎麼定義台灣呢 你看 他的第10條 他就有定義哦 如果 台灣關係法裡面 說到台灣 他就是說 如果說 地方來說 就是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the Pescaturus 沒有啊 說金門馬祖 沒有啊 所以台灣關係法 有沒有用到金門馬祖去 不會啊 就是 如果說人 自然人 就是people on those islands 所以 住在台灣派 上面的人 才 才是台灣關係法的適用範圍 那所以金門馬祖有沒有適用到這個 沒有 哦 我要說這個就是 要說這個 先看這個 點這個 點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對 不管是幹嘛啦 反正一定要辦美簽就是了 結果現在呢 怎麼搞的 中華民國的護照 拿去AIT 辦美簽 結果被歸為是中國籍 這就發生在金門人的身上啊 那麼福建省金門縣嘛 所以AIT就通知美國學校說 把這位小姐的戶籍改為China AIT解釋 這是電腦系統的問題 只是福建省的金門馬祖 都會直接歸類中國大陸哦 就是因為護照本上的這行字 出生地福建省金門縣 惹來一肚子氣 一位許小姐打算赴美深造 日前到AIT辦理美簽的時候 因為護照上顯示 屬於福建省金門縣 AIT的電腦系統 直接把許小姐的戶籍登記成為中國 還要求美國學校方面 也得將許小姐歸類為大陸籍 讓人氣炸 但是這個是不是 太不合理 而且這烏龍真的很大 這個部分 我們金門馬祖來說 都是 你剛才看那個有沒有 我剛才說 台灣官司會裡面 如果說到土地的地方就是 台灣朋友 如果說到人的部分就是 躺在台灣朋友上面的人 所以 金媽媽祖的人 他是屬於哪一籍 中國籍 對 所以他每千人群一定會出現中國 所以他們是中國人 這個 這個新聞就是要跟你說 要跟你知道說 是怎麼中華民國 口口聲聲說 台灣朋友 是中華民國的 但是他在為台灣朋友 這個 林海基線 並沒有包含金門馬祖 好來 餵一下 看看 好像常常在新聞當中有看到 我們這個漁船 是不是沒有許可 所以闖進了什麼什麼的 海域這樣的新聞常常聽到 那麼這個海域上面 到底是怎麼樣劃分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自己的領土 包括哪些地方 這個是五天前 行政院所公告 修正中華民國 臨海的基線 結果看到了 在這個 這個紅色的這個點點 也就是這個虛線的範圍裡面 是我們自己的領土 奇怪了 另外一條虛線呢 這條是歸於大陸的領土 結果我們看到 馬祖啊 金門啊 怎麼現在都變成了大陸的領土了呢 現在內政部長江一華表示 一年之內會進行二度的修正 這個領土要搞清楚 連我們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 都是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出問題 一定要把馬祖跟金門 給劃進來 但是這個時候呢 維護台海安全的國防部 跟海巡署卻互相踢鼻球 都說這個不是自己 所管轄的範圍 那是誰來管 國防部這個樣子是鄉院啊 報委沒有鄉院 因為所有的海巡 執法的單位都是海巡署 國防部怎麼會這樣講呢 剛剛講的 不可能啊 好 所以這兩個新聞就是要這樣看 就算說中華民國 嘴這樣說 但是 但是他在國際規模的規模 他一樣 沒有辦法跟 金門媽做 圍人做台灣的 等於我們說 我台灣朋友是中國的 但是他絕對不會 跟金門媽做圍攻 這是台灣的 因為這兩個所在 不一樣 國家 會粘土嘛 大家如果 台灣民國在台灣 如果跟金門媽做圍攻的台灣 他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对日本不太友善的中国人 他会把两块岛送给日本天皇 这个没有笑点 变成说他把他送给日本天皇 他怎么这样做 不可能 他清澈这两个地方不一样 非常清澈 其实这些事情在疫情汪汪年的时候就很清澈 英国的外省就在说 合法领土变更不应该称为窃取 这在说什么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是不是说 日本窃制中国的领土 譬如满洲台湾澎湖 战后之后要归还中华民国 但是这个不是 合法领土变更我们刚才有看到 是签下官条约来的 所以这是合法的领土变更 他再说 在此期间 1955年 大陆沿岸主导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台湾在这半个世纪以来 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有清澈吗 非常清澈 1955年有清澈 但是1955年 我们有提过这种讯息 没有啊 就好像我们 我们面前 给大家看那两个桌 A跟B 本来是同样的 但是他在阴影照顶 你会说到不同样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啊 两岸中国人统一 为什么美国没有反对 对不对 因为时间有关 我到后面一下就好了 因为他们要统一 所以就开始 撤飞弹啦 撤军啦 裁撤啦 裁撤宪兵学校啦 裁撤宪兵司令部啦 金门又 金门又 撤军啦 撤到不来 大二党都行 金门县政府啦 啊 不然还能做一个平坦岛 这都要做什么 要做两岸统一的准备啦 那你看他这些准备的东西 宣告一件事情是什么 中华民国在台湾 要不要离开了 要 要离开了 对啊 所以两岸中国人统一的真相是什么 解决流亡在 流亡中国人在台湾的问题 解决金门马祖 还没有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一下的问题 所以他如果回去他们的 那我们民进府 从我们的 这样大家都正常了 他们正常 那我们也正常 对啊 大家好 好 那时间也够了 好今天报告这里 以上谢谢